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太重要了 创新就是说你原来没这个制度 你要重新造个制度出来 然后你在决策的时候 一般你要做到四个符合 什么正经营创新呢 你要理性的创新 你首先要符合需要 一个东西不需要你创造它干嘛 第二要符合可能 一个事情做不到 那你为什么要创造呢 第三要符合资源的条件的许可 因为做什么事情 它都要一定的前提 也一定的资源 第四它要符合逻辑 符合常识 符合理论 那么只有做到符合需要 符合可能 符合资源许可 符合理论和常识 做到这些 你才有改革 才有说服力 所以欧洲在做创新的时候 是非常重视 以创新为主 以批判为次的 你比如说批判他们也很厉害 像伯家就写了十日谈 里面对一切错误 中世纪的谬误都进行了批判 但是他们不是仅求了在批判的阶段上 更重要的是创新为主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 你就比如说 假如你搞一个运动 一天他批判过去落后的东西不好 那批判加批判 还是不能让人放弃那个过去的东西 但是你一搞创新 比如说你有一个黑白电视机 你一天到晚说他不好 那还是个黑白电视机 但是你假如创造出一个彩色电视机 那么就没有人再去看黑白电视机了 所以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好 宗教改革运动也好 科技发明也好 它主要是发明新东西 而新东西一来 它旧的东西就自然淘汰了 而不是把主要的注意力 是放在批判旧的东西不好上面 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创新 那创新东西搞得好了 旧的东西 他就被淘汰了 所以我们说他的第二条经验 就是集合创新来批判旧事物 以创新为主 这也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学的 第三个方面 就是它是根据一种需要 可能来发展文化的 也就是任何时候 它就比较乐观 比较幽默 强调理性 这就避免了过去欧洲历史上 常出现的那种断裂式的发展模式 我们注意到在过渡时期 欧洲人学会了很多东西 重点之一 就是否定了以前的 非此即彼的这样一种断裂模式 改为一种延续性的进化 所以现在欧洲人才发现这一点 现代的欧洲的历史学家 写了很多书 你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做 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他就是说十四世纪文艺复兴的很多元素 十二世纪已经被 已经奠定基础了 所以历史发展是延续性的 那么还有人写 写那个近代国家的中世纪的一个基础 像这样的书的大量的出现 说明人已经改变了认为历史就是非此即彼 这种发展模式 不再是脱离时期搞断裂式的 互作互诱的 而是看到历史发展 有它自己的延续性的发展 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总结出来经验 第四个可以学的一个经验 就是要分步骤来进行改革 比如说 欧洲向近代社会过渡 它是有三个一百五十年 从欧洲的整个发展来看 它是自然的世界 然后神的世界 人的世界 物的世界 情的世界 这样一种发展模式 比如说原始社会自然世界 中世纪神的世界 文艺复兴是人的世界 工业革命是物的世界 那么现在要谈和谐了 又是情的世界 那么这样翻分出几个时代来看 我们看到在自然的世界里 就是自然界压迫来 那么人应该从自然界里获得解放 人类的第一次解放 就是从自然中获得解放 比如发明了用火 用了使用工具等等 第二次解放 基本上是人过人的日子 从禁欲主义中获得解放 结果人就走向人的时代 文艺复兴走向人的时代 人的时代 以后渐渐又走到了工业的时代 物的时代 当然人还要从物质当中获得解放 不能去当物质的奴隶 不能搞拜金主义 不能物欲横流 最后人还要回到自我当中 来寻求解放出路 就是要从物质上 从名利上的束缚里面得到解放 从自我利益中解放出来 思考如何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问题 经过这么多次的提升 实际上人就走向了倩代 一个崭新的以人为本的时代 所以从中世纪来看 人是经历了四个时代 才走到今天 一个是神的时代 中世纪 一个是人的时代 文艺复兴 一个是物的时代 工业革命 一个是和谐的时代 我们叫做情的时代 所以人的主题 情的自觉 这就是现代社会高科技 和高情感相结合的时代 从欧洲向近代社会 过渡的历史里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经验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个社会还是需要有一个 领导核心的 那么你看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 文化发展了那么高 但是由于它的政治上不统一 还有德国 德国也搞得很好 但是也是政治上不统一 结果德国和意大利 虽然也发展到很高的文化 但是它在近代社会 确实比较衰落的 所以我们看到 在发展的时候 一定要具备一个政治 文化 经济 还有思想基础 同步发展的状况 否则它比较容易失败 接下来我们再可以看到 欧洲像现代社会过渡 像近代社会过渡 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资源的 但是过渡所需要的资源 是一种综合性的资源 不是简单的物质资源 不仅需要物质资源 还需要文化资源 还需要民意 制度 理论 更需要各个社会各个部分的 互相配合 互相行动 还要有政治的资源 仅仅靠一个部门发起 觉得社会就像机器一样转起来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过去有一种机械的认识 因为只要经济一好 社会就一定向好的方向转 实际上社会发展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真正的好是一种综合国力 是各个部门的配合 是精神的 物责的 文化的 艺术的 宗教的 制度的 政治的 同步的发展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部门发展 因为社会是一种结构性的 社会的发展也是综合性的 要协调的来发展 下面一个经验 就是说改革的目标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 要想使人类更加幸福 那当然要有清醒的目标了 这个目标也是靠同步发展来实现的 有一个部目标 那么各个部分的资源才能集中起来办大事 比方说我们的目标是以人为本 建立人类幸福 假如这是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人作为一种基本的需求 就有文化的需求 艺术的需求 科学的需求 政治的需求 经济的需求 都需要它同步发展 这些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 所以西方人发明过一个词 叫做Bio Social Culture 那个Bio指生命 Social指社会 那个Culture指文化 觉得人是生活在生理的 社会的文化里面的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人的幸福处境 他至少要有生活在健康的生理处境里面 那个良好的物质处境里面 良好的社会环境里面 很好的情感处境里面 很高的文化处境里面 所以人的幸福呢 不是一个指标满足了就行 而是很多的指标都是向上发展 没有什么指标是处于负数的 不可能一个指标很高 其他的都是负数 那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所以呢 欧洲向社会过渡发展也好 人的健康成长也好 他需要的都是很多种不同的指标 都是正数的发展 不强调一个指标很高 其他都是负数 那个情况这样的发展 平稳的发展呢 它就比较巩固 不会出大问题 下面一点呢 我们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是看到呢 看到什么呢 看到那种欧洲这样发展 这么发展 那么中国呢 也有这么多资源 但中国有这个资源 甚至生产力还比较高 为什么中国在明朝的时候 没有向近代社会过渡 这就要说呢 中国没有向近代社会过渡呢 是一个中国的那个旧的模式呢 没有走向自我蓬溃有关 因为中国那个体制呢 太精致 设计得太好 意思难以那个崩溃 因为崩溃也涉及到很多 既得利益者 因为中国是一种 政治类型的封建主义 制度很精致 资源长在封建国家手里 中世界制度最强大 可以说它不是一个薄罗环节 而是世界上封建制度 最精致最强大的 那样一种制度 这样一种封建制度呢 它充分发展 即使到了衰败期的时候呢 它也还没有做衰退 第一方面呢 中国的市民阶级力量也比较弱 这也推迟了过渡的日期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 东西方文明不同发展的特点 这直接关系到 自己的文明如何发展 那个西方的文明呢 是高科技的文明 中国的文明是高情感的文明 西方文明底座不稳 却往高境界发展 中国的文明底座很大 但高境界程度还不够 西方文明搞的是英雄崇拜 极限踪跡 尚无精神 中国文明呢 是政治文化 妥善处理 西方是高科技 中国是高情感 西方是断裂时的发展 快而不稳 中国是延续性的发展 西方是猛兽崇拜 中国是大英牺牲 和十二生小和生活 一方面离得很远 一方面很接近 西方强调逻辑 信号抽象 中国强调经验 形象思维 西方是分解心的 中国也分解 但是中国还有整合心的 西方求行求义 中国求全则备 西方中外王 中个人主义 中国中内圣 中集体主义 西方靠法治的约束 中国靠自觉 靠道德 靠礼仪规范 所以这些文化上的差异 我们怎么看 我们怎么看呢 我们必须要 实事求是 因地之宜 找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那么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在 这个世界历史的 发展过程当中呢 掌握先机 把握先机 那么即使各个地方的发展呢 是不平衡的 但是从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些情况来看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我们最后的发展呢 还是有这么一些目标 一个是保护自然 二是提升道德 三是发展文化 还有一个建立次序 一个新的社会的发展 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是高情感加高科技的社会 未来的世界啊 要我们具备一些新的素质 首先呢 我们就是高情感高科技 然后发展文化 发展道德 团结富足 那个 注重我们的那个和谐 注重各个层面上的平衡 那么在这种一种发展的最后呢 我们才能够从一个神的时代 走向人的时代 走向物的时代 走向情的时代 走向以人为本的和谐的社会 那么刚才讲了这么一些呢 师父就把问题讲完了 讲完了以后呢 但是有些问题呢 一些理论问题呢 我们有时间 我们不妨再说一说 一个问题 比较迷惑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欧洲封建主义 自我崩溃的原因 刚才强调了很多 欧洲封建主义 它那个自我崩溃 实际上自我崩溃 这个话说的不对 实际上它也是被革命的阶级 推翻而崩溃的 但是这里面呢 确实有一个 它因为自己建筑的不好 而比较容易被击垮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记得呢 经典作家在 在那个政治经济学批判里面呢 曾经这么说过 他说当一种生产关系 还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时候 这种生产关系是绝不会崩溃的 那么生产力还没有强大到 要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时候 社会变革是绝对不会到来的 那么这就可以概括为 两个绝不会 那么今天的讲座里面呢 今天的讲课里面呢 提到了欧洲生产力的状况 那么这个状况呢 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词 我们说穷过度 但是这里呢 必须解释一下 我们说的两个绝不会 我们是承认的 为什么我们说承认的呢 我们说1350年的时候 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但是到了1500年的时候 生产力就发展了 所以我们不是说欧洲没有过度的资源 而是说强调两点 一个说欧洲的资源是比较以后才形成的 第二我们说过度的资源不是一众资源 而是综合国力 这个资源呢 欧洲也是有的 我们说欧洲的是穷过度呢 好像生产力不发达就过度了 我们不是这样说的 我们首先说这是有个时间的问题 从1350年到1450年 欧洲生产确实不行 但是后来 它有几种办法来发展经济 重要的物的资源基础呢 是1450年到1550年 这一段时间发展起来的 到1600年的时候 已经具备了物的基础 用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个变化呢 主要是既发展生产力 也靠改变生产关系 首先是废除了压抑生产力的能路制度 搞了明确的产权制 搞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 让人口流动 搞股庸制 搞双品经济 改变自然经济 明确产权 增加投资 政治上出现了保护工商业的政府 建立了国家成民关系 改变了私天下的 那个私家政治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它是资金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它是掌握在一个 由市民阶级参与的政府手里 用来推动工商业发展的 这就是欧洲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 所以我们说像进入社会过渡 不仅要有资本 要有资金 要有生产力 有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还要把那个物质基础 很幸运地掌握在 能够推动工商业发展的 市民阶级和政府手里 另一点 我们还要看到 欧洲资源积累的问题 欧洲过渡资源的积累 有隐形的和显形的两种 显形的资源就是本国的国力 本国的经济实力 而隐形的资源指的是被忽略的 被压抑的资源 也指外来的资源 比如欧洲在向近代过渡的时候 使用了被忽略的资源 其中也包括古典的资源 因为古典的希腊文化 罗马文化 被基督教时代 称为是异端的文化 异教徒的文化 同时也吸收外国资源 比方中国人的资源 阿拉伯人的智慧 文艺复兴时期 研究古代世界 古代科学 所以还利用了古人的智慧 在基督教制度下 那个希腊文化 罗马文化 阿拉伯文化 还有外来的一些文化 都属于异端异教徒文化 但是黑死病爆发以后 文化上的束缚没有了 人类的思想解放了 只要是对的 有用的 都可以拿来用 所以文艺复兴 也是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所以文艺复兴一来 就把以前的许多众 被压抑的资源都解放出来了 把世界的资源都重新集中起来了 所以它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运动 各地的资源也都为我所用 这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一点 另外 过渡资源也要综合性的来看 就是我们刚才说 一再强调的叫做综合国力 当时的欧洲具有很多人文资源 很多阶层拥有很多资源 最后都发展成过度的资源 比如贵族 贵族手里有很多钱 但资本家叫它来投资 所以不能说贵族就是不投资的 贵族的一些钱 也用来作为原始资本纪领 中世纪搞得过于糟糕 那么当时的人很想改变 人民中间也有很多人 具有革命的情绪 之所以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能够在欧洲首先爆发 这也是一种资源上的配置 政治资源的配置 像阶级关系的资源 生产的资源 文化的资源 古典的资源 外来的资源 都通过集中 通过整合 这些资源都被组合起来 这才具备了 我们像近代社会过渡的综合国力 或者说综合基础 那么到了第二个时期 就是1050年 1500年到1650年的时候 欧洲就具备了过渡的资源 也具备了过渡的阶级 那么才实现了真正的过渡 在这之前 1350年到1501年 我们不称其为过渡 我们把它称为准备期 叫做危机 驯服危机的时期 实际上我们称这个时期 是一个准备的时期 所以我们仍然强调 没有足够的资源 是不能过渡的 但是欧洲在第二个150年 积累起来充足的资源 然后才充分地 顺理成章地进行了过渡 原来的体制早已崩溃 过渡阻力比较小 但第二阶段 资源整合却是主动的 所以欧洲才能做到主动迎战 这样才能够过渡 这样一来 就是和我们过去理解的 今年作家说的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并不矛盾 那么我们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我们不能这么说 1530年欧洲贫穷 就是说它不具备 中文过渡条件要过渡的 我们是说150年的时候 尤其是1550年的时候 欧洲具备了这样一个资源 才向现在是会过渡 那么我们又说 即使到了1800年的时候 欧洲的真正的工业革命 也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说 即使在过渡的时期 我们也不能说 它就是工具的过渡 我们就要调整了生产关系 因为真正的工业革命 机器这个时代 是要靠工业革命的 工业革命没产生 基本上还是作坊时代 是工业时代 所以真正的那个过渡 我们往后延 我们说真正的那个过渡 从政治上来说 是法国大革命 从经济上来说 是工业革命 只有这个几个条件 满足以后 我们说它才完成了 这个过渡 所以我们看 欧洲像近代社会的过渡 它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它既是一个整体的 又是综合的 复杂的 曲线的 多因素的 综合性的过渡 所以这样一种新的理解 也增加了我们对历史研究的 复杂性的理解 我们对欧洲为什么对着过渡 这个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但是尤其里面的 像近代社会过渡的资源问题 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那么在这个过渡里面 有人说 这里面文艺复兴运动很好理解 但宗教改革运动怎么理解 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宗教吗 宗教不是比较落后的东西 那么我们说也不难 宗教改革运动 首先是爆发在德国 宗教改革运动 虽然是宗教的 但实际上它对政治 对文化 对社会 都起了作用 政治上起的作用 第一就是政治和宗教分开 教会不干涉政府的事情 第二 就是圣女 她可以干世俗的事情 圣女可以结婚 很多复杂的仪式被废除 第三 拉开了人和神的距离 天国究竟怎么样 人是不可知的 人只能学圣经 那么这样一些变革 实际上就对于当时的民主国家的形起 和主权国家的形起 在政治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宗教改革的这样一种运动 和文艺复兴的这样一种运动 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的运动 和政治上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运的运动 还有一些客观因素 像主力最小 物质 资源逐步积累 等等等等 还有他们的心态的改变 还有策略的运用 这么一些主客观条件 都充分地加在一起 才逐渐地使得欧洲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 是比较早地过渡到近代社会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 我们以后还可以进一步深究下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